讲好农业重养殖 分享农村真实生活 大家好 这里是三农雷哥 搞农业就相当于一场赌博 都赢了呢 会让你赚到盆满钵满的 都输了呢 结果我相信大家 比我还要更加的明白 哎 就在今年 凡是种植这个农作物的朋友们 都赚到了大钱 一亩地最低的话 都能够卖到七八千元 高达一万元 甚至一万两千元都会有的 而他的今年的收购价格 最低的价格 都达到了两块一二毛钱 截止到现在 基本上这个收购价格 一天一个价 蹭蹭蹭的往上涨 前两天 我还听说呢 涨价到了三块钱 而今天呢 都涨价到了 三块六七毛钱 一斤 这个价格 历史以来 很少能见得到的 今年呢 凡是种它的 都赚到了钱 视频看到这里了 到底是哪一个农作物呢 来 跟随镜头 咱们看一看 我相信呢 通过视频的朋友们 通过看到视频的朋友们 都已经 非常明白了 2023年的 算你狠 终于要来了 看来 看来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给大家分享了一期 2023年的 算你狠 绝对会 只顽图重来 看来 预测 还是没有错的 是吧 朋友们 今年种这大蒜的 朋友们 都非常清楚 今年的产量 也是非常不错 而且价格行情 也是非常的乐观 种大蒜 既凤产 又凤收 非常非常不错 朋友们 是吧 现在的大蒜呢 可以说 产量的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的不错 你就比方说 我今天在我们这块 拍摄到视频 通过视频的 大家都可以看得出 大蒜的个头 还是特别大的 最大的 基本上会达到 7.0的 6.5的 个头都是非常的不错 在我拍摄视频的时候 这个农民也说到了 近年 它这一亩地 大蒜的价格 还是非常乐观 而且产量的非常高 都达到了3300多斤 3300多斤 朋友们 是非常不错的 一个产量 而且近年的收购价格 基本上都是一天一个价 刚刚也说过了 今天的价格呢 都达到了 3.5到3.7 8亿斤 具体的还在看你 算头的大小了 所以说 今年凡是种植 大蒜的农民朋友们 赔钱的 基本上很少 赚钱的 大大的人 所在 只是赚的多 和少而已 有的大蒜产量高 有的大蒜产量低 所以说那是 没有办法 是不是 所以说这都是 差距嘛 管理不一样 品种不一样 那里都说 结果 更加 也是不一样的 关于大蒜的 收购价格 现在都达到了 3块多 3块多钱一斤 10大大蒜的 基本上都达到了 2块7 8一斤 2块23一斤 那么 今年的零售价格 大蒜的 我可以说 达到也就是 零售价格 反正是达到 7 8块钱一斤 8 9块钱一斤 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是吧 朋友们 现在 凡是收大蒜的 这个 中年乡们 可以说 他们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把这蒜 给囤起了 要么这都出口 要么就是 过年时候买货 过年时候卖的 基本上利益会高出了 一倍 甚至两倍还会有的 具体的看你 存放的时间了 今年的 种植大蒜 是一个大丰收 凡是种植大蒜 农民有朋友们 都露出了效果 好了 今天视频就和大家 简单的落在这里了 希望 咱们农民朋友们 种植任何一个农作物 都要获得 大丰收 让农民 多收入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 落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 两个免费关注 还想了解更多的 农业方面知识 请看我其他的视频 下个视频 比这个更精彩 杀鸡 无见不散 拜拜